玉立分局卓勒派出所迎来一群新面孔 他们是刚成立的警察志工小队 由志工小队长张采荣带领 他们穿着志工背心面带微笑 在派出所协助执勤的远警来招呼民众 并提供热茶还有关心 而他们的亲切和爱也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 为民众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卓勒派出所乡内村民不务不落人后 基卓西奔出所成立警察志工分队之后 也秉持卫民服务宗旨 警察志工小队参加勤前教育训练 有需要帮忙的 有要翻译的 我看到了很多的困扰 所以我在想说 我希望在五个派出所里面 我们一定要成立我们的志工 玉立警察志工中队成立在92年底 至今已经20年 一直作为警察的后盾与推手 结合社区警政推动反诈骗 交通安全以及富佑安全宣导 并且深入社区邻里办理社区 房窃咨询等活动 增进民众与警察接触机会 进而提升对警察维护治安的信赖跟满意度 平常这个是警力少的情形之下 除了排的时间来协庭以外 那可能他所需要大家帮忙出去外面做各种厂的去宣导 所以希望能够出来配合来帮忙宣导 玉立芬局长林俊廷表示 感谢志工伙伴无私的付出 虽然不是警察 但是充满热情 期盼未来能够共同参与 辖内的犯罪预防 交通安全宣导 以及为民服务等工作 发挥警力有限 而名利无穷的最高价值 相信辖区治安会更加平稳 交通顺畅 民众安居乐业 记者高双双卓西香采访报道